大家好 欢迎来到历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国产的科幻爱情片 被光抓走的人 爱情到底是什么 而爱的标准又是什么 如果有那么一条标准可以用来衡量爱 你敢试一试吗 某天一道神秘的白光 笼罩了全世界150个国家 而白光退散后 大家发现上课的学生 讲课的老师 开车的司机等等 很多的人都消失了 这下世界彻底乱了套 街上车祸四起 学校里乱成一团 随着国家的调查 他们发现消失的那些人都是相爱的 真爱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自己能定的标准 现在就是这道光给了真爱一个标准 我们留下来的人 当然也可以骗自己 说我们就是真爱 可是夜深人静 闷心自问 我们到底是可怜人还是骗子 自此过去似乎并不怎么重要的爱情 现在变成了奢侈品 本篇取了不同社会地位 不同年龄段的无人 来讲述白光消散后 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 第一个便是人道中年的高中教师 武文学 他和妻子结婚已经16年了 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 武文学年迈的母亲 也和他们住在一起 其中武文学觉得自己家的人都没少 挺幸运的 但是随着电视里报道被抓走的 都是相爱的人时 他开始有些慌乱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不爱妻子了 而后又开始怀疑 是不是妻子不再爱他了 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真的就没有了吗 其实不是的 他们的爱情便是妻子讨厌武文学 扫起抽烟 他便会灭掉 妻子吐槽武文学爱看热闹多管闲事 但又会和他一起看 而面对诱惑 妻子和武文学都说要撑起这个家 而不是逃避 为了武文学的面子问题 妻子会在同学会上配合他说谎 下班后 无论多么累 妻子都会第一时间做饭 他们之间的感情 更倾向于亲情和习惯 是互相依靠的人 他们可能不善言辞 不会表达 但好多是不需要语言表达 所以最后他们面对互相的猜疑 只需要说一句 我和别人没事 便会重归于好 第二个是漂亮的高级白领李楠 那天他站在民政局门口 等离婚的丈夫胡建平 但他并没有来 于是他便怀疑 丈夫和小三一起消失了 但很快小三便来到公司 找李楠要人来了 两个号冲婚后 遇到真爱的狗男女 竟然没有一起消失 李楠开始好奇 这个渣男心中的真爱 到底是谁了 于是李楠和小三 一同踏上了寻找 胡建平真爱的荒诞之旅 他们一路找到了初恋 同事 酒吧女 等等 原来胡建平一直在撩骚 每一个都说是真爱 而在小三看来 胡建平对他欲望高涨 这就是爱情的证明 在酒吧女看来 胡建平愿意对他倾诉 这是爱情的证明 在李楠看来 胡建平喜欢独立的女人 他爱的是他才对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李楠开始明白 胡建平就是一个渣男 他在不同的女人身上 找想要的东西 但他谁也不爱 而且胡建平 也不是被白光带走的 而是出了车祸 第三个是非主流叛逆女孩 刘嘉一 因为父母反对 他和男友结婚 于是他想用跳楼 来威胁反对他们的父母 但是光束来了 他和男友都被留了下来 而吵吵那一辈子的父母 却同时消失了 他想不明白 老爸在外野花遍野 老妈好赌成性 难道自己赌生西米的爱情 还比不过天天对掐的爱情吗 最终为了证明爱情的男友 直接选择了跳楼 这时女孩才想明白 只要自己爱就足够了 无需证明给父母上天 全世界看 第四对视小灵王混混筷子 和他的好哥们秦山 他们直接面临的问题 并说筷子是爱秦山 却不自知 而白光之后秦山消失了 筷子执意认为是秦山遇害了 但最终筷子从警察那里得知 秦山确实是因为白光而消失的 他一个人在阳台上哭了很久 他的情感彻底埋藏在了心底 第五个是武文学的女儿 和他的小男朋友 他们秘密分手 秦山的反应是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我改 但是男生已经不喜欢他了 所以他怎么改都没有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其实爱情并不能够 用外部世界的界定来评判 爱情的评判 应该由自己的内心来做 只要你真的感受到 他对你的爱 并且你也爱踏实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丢掉了对彼此的爱 是在他一次次 越来越晚回家的深夜里 还是因为彼此日渐相走的兴趣和爱好 或者是你们一次次不花而散的对话 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 虽然我相信 在不同人之间的爱情 是有不同表现方式的 同时我又想问 一直望向你的目光 是爱吗 一闪而过的握出念头 是爱吗 毫不容易地为你跳下高楼 是爱吗 仔细观察你的一点一滴 是爱吗 得知不爱便要掐死你 是爱吗 彼此成就 是爱吗 念念不忘 是爱吗 绝合后地放手 是爱吗 今天的结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